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师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师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治疗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争议新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再进一步关注的议题 我们不是只有看事情热闹的表面 还能够看这个事情背后的门道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来订阅 我们最近也有这个IG的这个专页 我们的IG专页是Linking Our Life 就是连结我们的生活 Linking Our Life 欢迎大家来去这个我们的专页上面 来帮我们按一下追踪 那今天的节目呢 要来跟大家讨论的是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单元 叫Report Story 就是由公库的记者 来跟大家分享来谈谈 他对这一阵子所做的一些 采访的一些看法 以及这个心路历程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公库的记者洪玉珍 玉珍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灿烂时光会客室的观众朋友 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 为什么要邀请玉珍呢 事实上现在虽然已经这个降级 这个解封降级 大概就是有在回到了二级左右 可是其实在台湾还是一样 必须要戴着口罩 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那在每一天 其实台湾也都有这个CDC的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每天的下午两点都仍然都还会有这个这个记者会的这个公告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百业百行也都很努力的工作 其中一项工作其实跟我们有关就是新闻记者 那前一阵子洪玉珍其实在疫情期间 在这个三级期间呢 其实做了有关于台湾记者的疫情下的处境的报道 同时也翻译了两篇国外 特别是拉丁美洲地区的 他们的新闻工作者所面临到的一些状况 这其实是一个在台湾的这个相关的报道当中 比较罕见比较少切入的一个面向 我想先请教一下楼口洪玉珍 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去关心这个记者处境的这个议题呢 关于这个问题就是主持人其实刚刚也有讲到 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就是CDC有这样记者会的举办 可是我会发现说在疫情期间底下 就是我们媒体常常要去报道各行各业的处境 可是其实反过来看并没有人来了解 或是深入知道说媒体自己的处境是怎么样 那这整个疫情其实他病毒是无差别的在攻击 所以并不代表说媒体人员就可以幸免 就不会就是被染疫 所以他在工作环境中要怎么样避免去染疫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课题 所以在这一次的报道里头 事实上有一篇的这个比较深度的报道 有两篇的这个国外的疫情状况的翻译 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两篇的报道 好的 关于我们这两篇报道的内容呢 其实主要是跟墨西哥的一个独立记者 他的报道有关 那这位记者他叫米迪安·比兜·贝拉尔 那他呢 不是很好念的一个名字 那是拉丁文 对他是算是西班牙文 那他在拉丁美洲地区呢 做了关于媒体工作人员 他们怎么样去做采访报道 这样一个深入的探讨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其实在国外 其实各国都一样 就是媒体人员 他都是在这个防疫期间 有非常就算是面临一个非常险峻的问题 就是疫情底下 他们其实还是必须到现场 去做采访的工作 那到底资方能不能提供 他们完善的保护措施 或者是政府提供的数据可不可信 其实是大家 就是全世界的媒体 都在探讨的一个方向 这样子 OK那除了这两篇的翻译之外 其实你有另外一篇 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跟篇幅来去台湾 来去讨论这个台湾新闻工作者的处境 那当时为什么会开始做 这样的一篇的深度报道 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台湾有不少的这个新闻工作者 其实也懒意了 那当他们懒意的情况底下 这个媒体的资方 他又是如何的去回应这样的一个疫情呢 刚主持人讲到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国外的处境是这样 那我们也会反过来看 到底在台湾的媒体人员的处境是如何 那当时呢我就发现说 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会看到 一些媒体确诊的案例 例如说可能东森电视台 然后是一电视 然后进电视等等 就是陆陆续续有传出这些案例 可是到底为什么这些媒体人员会染疫 资方是不是有一些措施没有做到充分或足够 这其实我觉得在这些事件背后 就已经没有人去探讨了 他就变成是一个 今天哪一栋电视台有染疫 就这样结束了 对就觉得 其实可以再去看一下 细究他背后的原因 那就发现说 当时我是从一电视大楼的确诊案例开始谈起 那其实他是有一位棚内摄影师 就是猝死在厕所里面 那后来就是经过检疫 也确实他真的就是有得到这个新冠肺炎的状况 那当然后续就是包括说台北市府 他们也有在一电视大楼外面就是设立快筛站 然后赶快做人员的快筛 不过这个问题就来了 因为后来有去问工会 就是那到底这个快筛的状况怎么样 那工会就表示说 例如说设立快筛站的那几天 可能有些工作人员他是休息的 他是休假并没有来公司 那当时公司可能就是告诉他们说 你可以去你人家附近的快筛站做快筛 那员工到底是要利用上班时间快筛还是下班时间 甚至他去快筛站的那些车马费是要由谁来付贷 就是这些是在当时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混乱的状况 这样 对 所以这些工作人员这些记者对于这种混乱的状况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看起来对很多人来讲是付个钱 谁付钱有什么差别的上班下班 只要去快筛赶快把这个事情解决就好了 有什么好计较的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 蛮神奇的一个思考点 就是说虽然我们去做快筛是维护我们自己个人的健康没有错 可是其实每一位劳工的健康都也攸关资方能不能继续营运下去的关键 所以其实这个责任应该不是劳工个人 而是资方要跟着协助或者是多做一些安排这样 那所以工会那边就是也有跟我反应说 当时就是很混乱 大家就是好赶快能快筛就去快筛 其他人大家也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后来他们也确实就是有两名员工有确诊的状况 那后续也隔离结束也恢复健康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因为我后来就是还有在去访问电视台的总经理 就是说那如果未来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 你们会怎么做 那总经理就是只是跟我说 会依照就是指挥中心的防疫措施去做 那我自己会觉得听到这个回应 我自己身为媒体的人会很刑害 因为在这些确诊案例发生之前 所有的人各行各业都是依照指挥中心的指令去生活 去工作 可是还是有确诊案例 那不就代表我们不应该只是安于现状 应该要做更多的保护吗 可是很显然就是资方的态度 我并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热情 或者是要保护员工的心态 不过从资方角度 也许他就是要按张按表来行事 就指挥中心的规则是什么 那就按照这个去做 他就不会有做 而且他其实也符合应该有的基本条件 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于你而言或是对于员工而言 他的反应是什么 就是你刚刚谈到 你觉得这个资方似乎不应该用这种方法 去处理那个态度 相对实际上看起来是比较消极 那伊甸市的员工呢 对于资方的这些回应的想法又是什么 那时候也有在问了一些 就是伊甸市员工同时也是工会的人员 那他们就是也会讲到说 其实公司应该可以有更积极的方式 例如说去做人员的分仓分流这些 当然这个后续是有做到的 只是说这些实施这些措施的速度 或者是SOP流程能不能更快 这是他们希望可以看到的 那同时在其他的媒体工会 就是也会跟我反映说 其实照理来说媒体公司应该是有钱 而且有能力可以去请到一些医疗的顾问 或者是专业的检调的检疫的顾问 对那特别针对就是 例如说电视台大楼去做规划 因为这样才能真正就是因地制宜 去你定一个适合这个地方的防疫措施 可是很显然就是 其实现在台湾的电视台 有几家做到这种程度呢 我自己是觉得应该没有那么乐观 对 不过这可能也反映了一个状况 虽然对于资方而言 它是暗表超可 但是如果从一个更谨慎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说超前部署超前部署 事实上我们在前面其实也谈到了 整个台湾社区防疫的情况 我们似乎相对之下是比较满足在之前 前一年这个疫情的控制得宜的情况 可是在那个超前部署上面 不管是从政府的角度 或者从一个公司的角度 似乎都是略有不足的 对吗 对没错 就是感觉其实还可以再多加强 或者是避免未来再重演一样的事件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除了看到了这个伊甸市的 劳方跟资方的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 也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虽然现在已经大家都可以去打疫苗了 这个媒体工作者 其实在后来也是开放 他们有这个打疫苗的这个优先的 这个排序 相对在比较前面的一些排序 不过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非常辛苦的 透过了很多不同的方式 跟很多不同的机构去争取而来的 对没错 就是后来在做这一系列的了解之后 才发现说 其实相关的媒体工会 他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有互相集结起来 然后去讨论说 媒体人员是不是应该要开始来争取 这个疫苗的优先顺序 这样 那当时呢 他们也有跟指挥中心 还有相关的单位去询问 可是得到回复是说 媒体人员你可以自费去打疫苗 这样 因为那时候其实疫苗 大家也都还没有很普及 甚至可能施打疫苗的状况 也还没有很壮观 所以可能对于这件事也不以为意 可是就变成说 好媒体人员你要自己去自费打 OK 那他们回函 相关单位回函没多久 就爆发了万华事件 那万华事件连带的就变成说 其实自费疫苗这件事情 已经停止办理了 所以其实就算你要打自费疫苗 也没得打 那等于说 到底媒体人员要怎么办 既然你相关单位回复我可以自费 可是现在又不行 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会面临这样的处境 对 那后来当然就是也是透过 包括可能立委的游说 还有再继续跟其他单位的合作 包括像是全国传播媒体产业工会 然后还有台湾媒体观察基金会等等 各行就是各个媒体工会 又集结起来 然后不断的去沟通 最后呢 才在最近就是确定说 媒体人员也可以排入 就是优先施打疫苗的顺序 这样子 不过后来也就是疫苗相对之下 比过去充足 就是他就是 我们也可以自行去登记 但是事实上 为什么媒体工作者 要去争取疫苗的优先施打 其实他就是跟很多的行业 有关 可是也跟很多行业不太一样 就是台湾很多的媒体工作者 他其实是在这个疫情的第一线 他到处要跑来跑去 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他的工作是面临了很多高风险 跟社工人员 跟医疗人员 在某程度上面事实上是有点点 类似的这种高风险的部分 在国外的记者和染疫的情形 又是什么 他们是不是在面对这些高风险的时候 他们又是怎么样去回应的 针对这个国外的状况 主持人刚刚也有提到 那我在做这一系列的报导里面呢 就是也有发现 有一个跨国的非营利媒体组织 他叫做Place in Blind Campaign 就简称PEC 对那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各国合作起来的 算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媒体工会的形态 这样那他们从去年的三月份开始做统计 就是统计说 世界各地的媒体人员 他们在COVID-19底下 因病而身亡的状况到底是怎样 那就发现说 因为他的数据其实一直在浮动 如果你去看他的网站会发现他一直有在做统计 那最新一次更新呢 是讲到说总计有1622名的媒体人员死亡 那这1622名媒体人员 他又来自79个国家 就是世界各地79个国家这样 那他也去分析说 到底前几名的国家有哪些 那就可能会看到例如像是印度啦 巴西啊 然后密鲁啊 墨西哥等等 就是这些国家可能媒体人员他的死亡率又更为的高 那这个组织他就是也去分析说 到底为什么媒体人员在这段一起期间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就发现说有不外乎就是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资方他不愿意提供更多的保护给媒体人员 他觉得疫情险峻 那反正你要记得产出你的报道就好 你怎么去防疫那是你家的事 所以就变成媒体人员必须自己想办法维护此生的安危 然后再来是可能在这个严峻的期间 其实政府提供的资讯也不完善 那变成说媒体人员你必须真的要清零现场去探究说 政府说的到底是对还是错 那你在清零现场那过程可能就哇也不小心染疫到 的确在这个过程里面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虽然也有这个媒体工作者 因为染疫而身亡 但是在其他国家他们看起来的风险是比台湾高很多 那还好台湾的整个防疫整体来讲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可是在有很多在这些高风险的在第一线的工作者 在过去因为这个疫苗的数量跟整个顺序的关系 甚至在于资方相对提供的保护来看 都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也造成了这些 染病或者死亡的这种情形是让人家觉得非常非常遗憾 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要再回过头来 其实在local红玉珍的这个报道 刊出之后呢其实也有一些朋友有一些不同的反应 有些媒体工作者其实觉得这边报道其实还蛮赞的 蛮不错的把一些媒体工作的这个处境是把它这个揭露出来 也让很多人了解新闻工作者事实上是面对到这种高风险 而在国外他们所面临的这种情况又是什么 当然也有些朋友觉得是不以为然 这个不以为然你会认为说 报道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呢 因为你说医护人员不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吗 这些货运的人员 司机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吗 为什么你要特别的去把新闻工作者拉出来 做一个深度的报道跟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过来讨论这个话题 一电市大楼先前有摄影师在厕所猝死 披下检测结果出炉是阳性确诊 一电时间就协调北市府派行动快筛队 为全体同仁进行快筛 四年前已经快筛了166人 其中11人是快筛阳性 后来4人PCR是阴性 一电市工会也呼吁说 媒体从业人员应该要纳入疫苗 优先施打的顺序 电视台员工在中庭等待快筛结果出炉 如果有喊到自己的名字代表是阴性 如果没有就得搭上防疫专车送医 台北市内湖的一电市大楼 7号爆出一名摄影师在厕所猝死 8号PCR检测结果为阳性确诊 一电市紧急协调北市府 9号派行动快筛队设置快筛站 为全体同仁进行快筛 已造册160多人 超过10人快筛阳性 送医等待PCR检测结果 有员工宣布好消息 自己PCR结果为阴性 先以他们的红区 也就是说跟这位同事 有工作关系的人 还有他工作的楼层 还有工作的那个建筑 那可能他们有好几栋 那我们先以最红的地方 红区然后黄区然后绿区 国君化学兵则进到办公室 加强清销 黄珊珊到场视察 表示采分区快筛 死亡摄影师工作的大楼 被列为红区 另一栋则是黄区 黄珊珊坦言 如果红区筛检状况不好 会针对黄区进行筛检 此外有员工指出 公司第一时间队内宣称 该摄影师有酗酒习惯 上周都请假也没有相关症状 员工透露只有当天上班的同仁 才知道有人在厕所猝死 一名公读生还接触过死者 一电视工会批评公司资讯不透明 包括环境清销 动线管理 人员分流 防护设备都没有到位 要求公司成立应变小组 纳入工会代表 工会建议 因让临近大楼人员进行普筛 至于NCC将电视台列入 第四集警戒时 人需出勤的重要基础行业 工会认为NCC应指派专家 给予媒体业指引 落实防疫措施 同时媒体从业人员 因纳入疫苗优先施打顺序 记者宏杰谢谢文太宇报道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 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中奖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的经费是来自于公众的捐款支持 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让我们可以访问更多来宾来探讨更深入的议题 那我们也新的这个IG已经这个正式登场了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追踪我们的IG 我们的IG的这个账号是Linking Our Life 连结我们的生活 Linking Our Life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连结在一起的 好那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 Report Story的这个单元 邀请到的是公库记者洪玉珍 Loco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进行讨论 Loco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灿烂时光会客室的观众朋友 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有谈到 其实在国外在采访这个相关新冠疫情的时候 这Covid lighting的时候 其实记者一样跟台湾的记者一样很辛苦 但是我相信台湾 这个台湾因为这个疫情相对之下 是控制的比较得益 国外刚刚谈到这个印度也好 或是有些拉丁美洲也好 甚至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新的变种病毒 也让这个问题似乎是越来越严重 那换句话说 国外的记者在采访这些新闻的时候 他们的风险恐怕会比台湾的记者更高 那他们的相关的保护措施又是什么呢 他们有如何去呼吁这个所谓的在这样的疫情底下 他们如何去保护自己或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做更好的报道呢 主持人刚刚讲到国外的状况 那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说 包括我前面有提到的这个跨国的非营利媒体组织PEC 他们当时呢就是也有发布一些声明 就是说其实全世界的确诊 新闻媒体的确诊案例已经这么多了 那各个国家应该要优先 就是让媒体从业人员可以接种疫苗 甚至要提供给他们更多的防疫装备 让他们深入现场所报道等等 那当然不止这样的跨国媒体组织有提出这样的呼吁 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南亚尼泊尔的记者协会 他们也有提出来说其实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 他必须要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不可以在疫情底下就是直接暴落在危险的状况下面 这样子 OK所以在这里头我们还是可以很清楚看到 这个记者所面临到的各式各样的风险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期间 有很多的工作形态有一些改变 例如说可能就会变成是在家工作 例如说好的大学或者是一般的学校 或者很多的工作 他其实事实上就回到家里面去工作 那记者当然有些还是可以在家工作 但是或者是有些其实在台湾的记者 全世界各国的记者类型有很多 有些是属于比较所谓的改写记者 改写记者他可能在网络上面去找了一些资料 来进行改写 可是一个好的报道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就是应该要到现场 那可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又去现场 那怎么去 那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记者的工作形态 有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疫情而有些改变吗 刚刚主持人讲到一个蛮好的 就是关于新冠疫情底下 就是媒体从业人员 他们的工作形态 那我必须要说 其实它是一个很难在家工作的状况 尤其是电视台的新闻从业人员 又更艰辛 因为他可能有 例如说他们有一些分工 可是又必须要合作 例如同内的拍摄 他可能也不是只有节目主持人而已 他也必须要有灯光师 然后工程师 然后装法人员 还有其他的连线的人员等等 所以其实这些工作是没有办法在家 就是自己一个人setting好 他一定是可能要用到 例如说公司的设备啊 或是跟大家在那一个空间被迫 就是一定要一起进行的这样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工作形态来讲 他确实是一个很难在家工作的状况 那另外再来讲到的就是媒体的特性 因为媒体它是一个必须要具备有及时性 以及调查性的状况 所以例如说今天指挥中心公布了 哪边地方爆发的确诊案例 那媒体当然就是要首当其冲去那个现场 去做采访报道 那可能在电视机前或是在手机前的 热听众才会知道说 哦原来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 才会就是有生利其境的感觉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媒体的及时性 他必须要去做到的 那另外一个是媒体的调查性 也就是说每一天每一个确诊案例 他背后其实不是只是数字而已 他是代表每一个人 那这个人他背后的家庭成因 他的社会结构 还有他的社会网络等等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媒体 可以去发挥功能去做调查的 那这些东西也不可能说 我打电话可能问个几通就好了 可能有时候是媒体人员 必须清零现场去实际了解 然后知道那些状况 才有办法写出这些报道背后的故事 那甚至也有可能才去听得出来说 政府宣布的这些政策 或是这些确诊数字背后 是不是有哪些东西是遗漏的 或者是可以再去追究看看的这样 不过相对之下 其实台湾在这个疫情当中 你刚刚谈到的这些深度调查的报告 报道也许在时间上面还不是很充裕 或者是还有一些的限制在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疫情的新闻 都还是在跟这个指挥中心 或是各个地方政府 他所发布的讯息是有关的 这个比例还是占的是比较高 但我们很期待未来能够看到一个更深入的一些讨论 甚至在这种相对之下 这个比较弱势的或是边缘的群体 他们染疫的几率其实也不低 这些为什么他们会染疫 然后他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他的制度的问题是什么 恐怕还是要由媒体工作者 包括公库在内 都可以再更深入的去做这些相关的讨论 但是回到我们刚刚谈到 其实每个礼拜 每天是下午两点 其实CDC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都会有一些公布 所以也会有一些人认为说 那为什么还需要媒体来进行报道 因为其实台湾的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都直接来去做这个记者会 甚至大阵仗 甚至指挥官也是经常出现 那为什么还是要记者去做这个报道 这个工作 对这件事真的蛮有趣的 就是说可能一般人会觉得 那我们就听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就好了 媒体还需要干嘛吗 但是这其实我觉得 有点也是反映到说 其实普遍在台湾社会里 政府说的东西可能 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相信 可是重要的是 他说的东西 还是必须要经得起查证 那这个查证的功能 就是媒体的职责 就变成说媒体要去查验 他所说的确诊案例的状况 是不是怎么样发生 那这些传染途径 是不是有哪一些疏失 是政府没有调查到的 所以我相信 其实透过媒体的调查 搞不好有一些资讯 政府本身没有掌握到 反而是媒体调查 然后让政府也越来越多资讯 然后可以了解说 怎么跟民众去 说明这些案例的情况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算是相辅相成吧 而且不可能说 我们就是一味的听CDC的记者会 就可以结束这些疫情 或是就可以全盘了解 疫情的发展状况 这当然反映一个新的 媒体的时代的不同 因为过去新闻工作者 可能是一个中介性的角色 那他没有办法及时的 或者是充分的 把政府的资讯来告诉每一个人 特别是在这种相对之下 是一个紧急危难的时候 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政府他事实上有更多的管道 可以直接的来告诉大家 那这其实也要回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那新闻工作者 如果只是去把记者 只是把这个CDC所公布的这个情况 再重塑一遍 那么他到底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是说你在重塑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让他变得更清楚 更简单 或者是在这个记者 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CDC在公布相关情况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够提出相对应的质疑 这可能是新闻工作者 他必须进一步要去做到的地方 不过这里头还有一个有趣的点 就是当你去提出一些质疑的时候 其实可能就会中央议题指挥之后 现在就不见得会正面的回答 例如说在我们上次在访问 刘少华老师的时候 他其实也提到 当我们去质疑这些 这些委员会怎么去组成的 顾问怎么组成的 其实相对之下得到的讯息 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当然这是属于比较认真的记者 他会去质问去谈这些东西 可是台湾的新闻工作者的表现 也会引起一些人的诟病 就是我们在看每天下午的指挥中心的记者会时候 其实你就看到脸书的会有很多人在同步的去批评记者 因为有些记者问的问题实在是让人家有点傻眼 就是常常把一些小的个案 然后要让政府的官员来回答 政府官员可能不见得会去吃到这些东西 或者是有些问题就是应该这个记者本身就可以去查证的 就可以去解决的 但是你还在这个地方去提出来 有人会觉得是浪费时间 你怎么去看同业在采访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新闻的时候的这一些某种看起来 会有很多人觉得是一个比较不知所云的这种表现 我觉得这现象其实真的蛮特别的 因为我们公户在跑的新闻 其实不会是像一般的就是媒体人员会去CDC 就是每天守在那里 然后等着记者会这样 对所以我也是在网络上看这些记者会的转播 然后包括听到同业的提问等等 那我觉得其实要回归到说 每一个记者的提问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那有可能第一个是记者他本身对这个东西真的有疑问 他就是提出了他直觉性的提问这样 那第二个是有可能这个问题 其实是他的上层主管之类的 希望他去问 那上层主管为什么会这么做 有可能是想要制造话题 还是想要多一点点阅率等等 这个我们不得而知 可是我觉得他每一个提问背后 一定就是都是有原因的 而不是像可能大多数的乡民说的 就是无脑啊或者是很笨这样 那同时在这些现象下 我也发现说有一阵子 就是网络上也有一些乡民就在讲说 以后那个CDC的那个记者席 应该要设置那个电影的装置 就是说某某台的电视记者 如果发问的很不好 那就要有一个按钮 然后让大家按下去 然后他就会被电到 然后就会意识到说自己问到烂问题 这样那我觉得 这其实是也凸显一个危机 就是说台湾长期以来 这个可能民众把媒体当作娱乐化 来看这样的情况 所以长期以来也会觉得说 媒体的发问都是偏笨 或是偏无脑 可是其实我觉得要回归到说 这波疫情是一个 大家都前所未有的经验 然后也从来不知道的情况 所以包括像一些工卫专家 政府官员他们可能也一直不断的在吸收 关于这个疫情的新的知识 那更何况是这些医疗线的记者 我相信他们也是每天不断在了解这个疫情 怎么样扩散途径 然后怎么样去检疫等等 那有时候搞不好他们的发问 其实是我们一些长民百姓的提问也说不定 包括说对于这些案例的追踪 可能这些案例真的很小 可是他可能就是在我们家附近 那会不会其实乐听众也会觉得有些恐慌 也想了解更多 那透过媒体去问 是不是其实也可以解决某些人的一些问题 或是困扰 我觉得可以反过来思考这一个底键 嗯的确这个记者会问的问会问问题 这件事情会问出什么 问他背后其实是相对之下是很复杂 有些可能就像洪玉珍刚刚提到的 其实是他的上层要求他去问一些 这些比较尖锐或者是一种 呃要让对方出球的这个问题 当然出球的目的也许是一个正面 也许是一个负面 这个都很难讲 那当然有些真的是不知道在问什么 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在干嘛 因为他每天都待在那边 能问的也都有线 然后这个CDC能够提供的资讯 也是在某种程度是有限的状况底下 所以他真的辨不出什么新的把鞋 或者是他能够去提问本身的准备 我相信有些记者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足够 这不足够里面还是一样很多 所以他能够问的东西 大概也相对下就比较浅薄 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记者在同时在 问这件事情的时候 或者是有说这不刚刚已经问过了吗 其实有时候他只是要确认 或者是当他或者是他提问的时候 他是在进一步的去质疑 所以这个提问的本身从一般的人的角度 从观众的角度会觉得说这个好是重复 可是从那个当下有时候会有他的情境 他是在追问或是质疑 或者是在确认某些事情 因为他自己要写稿的时候 总是要去确认这些资讯 那当然在整个的记者会上面我们也听到很多同业 对官方的记者会会有很多的批评 这个批评当然除了刚刚提到有些资讯 你再怎么问他都是不愿意回答 那所以他当然就会换各种不同的方式 换到最后变得感觉是一个很蠢的方式 那有时候这个官方记者会 他其实看起来是一种开放的 可是他常常会是一个打太极的关系 或者是方式 他就是有点时问虚打 那有些的时候他可能也会用 这个特别去偏好指定某些的记者来去回答 所以他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复杂的原因 所以我自己都会觉得说记者会他常常是一个战场 这个是一个记者跟甚至记者 如果是代表人民的话 人民跟政府的一个战场 但是我觉得另外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既然他都是一个官方的记者会 既然都已经某种程度上面每天都有 甚至都是一种行李如鱼的话 我倒会觉得有些的媒体或许可以把力气 放在其他更多的深度调报导调查报导上面 例如说我觉得有些东西 例如说可能还是可以再继续追 例如说像我们节目一直很关心的 这个监控的问题 这些资讯的掌握的问题等等 他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可以再深入去做 不一定只要把力气都放在那个记者会上 如果那个记者会真的问不出 所以然或者是你都没有更好的准备的话 也许这个在整个采访策略上面 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思考 那最后回到我们在上一段结束的时候 请教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系列报导 这个深度报导以及 刚看到的这个国外的翻译文章出来之后 有些人是觉得蛮不错 特别是媒体工作者觉得 自己的工作是被关心 是被关注 可是也有一些朋友就觉得说 有什么特别的 新闻工作不就是跟其他工作一样吗 都是高风险 为什么你们要特别去报导新闻工作 那还不如去报导这个护理师 医护人员或所谓的社工人员 你怎么去看这样的回应呢 对就是那时候有收到这样的回应 那时候其实我第一时间也是难以消化这个情绪 老实讲 对但是必须要说的就是 其实各行各业都是同等重要的 就是今天这个报导并不是要比谁比较重要 或是谁的命比较值钱 并不是 就是我们当然都是觉得说 各行各业都是相当重要 只是说在这整个资讯充斥的社会当中 然后包括说这个疫情来势汹汹的情况下 其实大多数的人还是透过媒体去了解更多资讯 那这个采集资讯的人就是媒体 这个这群人 我会觉得那他们也是一样必须要受到保护的 他们也是要去接触确诊的个案 或是也是要去接触各行各业采访他们的心酸过程 然后可能也是要深入医院去了解等等 那他们在采集这些素材过程中 其实就是相对上来讲是更缺乏保护 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更需要被看见的 那再来就是说 媒体他必须要 刚讲到他必须要深入现场 那他同时也必须要去印证说 到底官方说的东西跟实际上的东西 是不是有一个落差的 那这时候每个地方又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 或者是他们在防疫上是不是有其他的可能性 其实我觉得这也都是要去靠媒体去不断的追踪跟调查 然后深入了解才有办法去印证说 真正的官方资讯跟实际的情况之间是不是有落差的 那其实在这整个情况下 我也会觉得说他也凸显说 我们整个台湾的媒体环境 其实是缺乏一个应该说台湾社会 就是缺乏一个可信度比较高的公共讯息的传递管道 所以变成说媒体要不断去验证 然后大家也不断在可能在质疑政府说的说法 可是也不一定会相信媒体的说法这样 会在这之间不断的摆档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媒体 他还是要肩负查证的工作 以及他的及时性的报导这样的使命 所以变成说他们的防疫还有他们的健康 也是必须要被重视的这样 我想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尾一个面相 就是在这样疫情的状况底下 社会通常就是一个不稳定的 怎么样去稳定人心 当然是有一个比较公正的正确的 这种资讯的系统来做这样的一个稳定人心的作用 当然政府每天的CDC的记者会 事实上也就是试图要去做这样一个角色 但是除了政府之外 其实还包括这个来自于媒体的监督 或者是在去更深入的去做一些讨论 或者是来这个去把这个资讯更完整 更系统性的来告诉大家 这可能才是一个媒体工作者 应该要做的这样一个工作 当然有些媒体工作者的表现是被称赞的 有些媒体工作者表现是让人家有些质疑的 但是这个系统怎么建立 其实也包括我们的民众 或是我们的新闻工作者都可能得要花更多的心力 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 要不然如果这个国家 或是这个社会里面资讯系统没有办法 是一种正确的或者是一种稳定的 那这个社会常常就会因为这个疫情混乱 而变得更混乱 今天非常谢谢洪玉珍来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下次再跟你请教相关的议题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 谢谢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